告诉你呢 属兔人从下个月开始 整体运势不错 可以尝试成风破烂 以此看到更多美好的风景 因为属兔的朋友 能在贵人的相住之下 不但能将预定的目标 完成一大半 而且还能完成其他额外的人物 在财运方面呢 更是会天降红财 腰包鼓鼓 因此呢 下个月开始 对于属兔人的朋友来说呢 可谓是好运不断 惊奇连连 对于属兔人来说 下个月开始偏财运旺盛 买个财票中个奖 股票上打个新股 哪怕走路减个千八百的 也不是太稀奇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呢 这就是按财偏财 人不偏财不富呀 建议属兔人呢 这个月总路多低头 但是属兔人也要注意 有不好的一方面呢 就是要和别人合作 可能会损失一笔 或者呢 朋友会借你一大笔钱 让你的现金流紧张 所以今年要 闷声发大财 千万不要招摇 不过今年的属兔人 贵人运还是非常旺盛的 希望你可以把握住机会 属兔人呢 下个月开始 行运生财 同时呢 有贵人心入命 会带来一波偏财运 多对于呢 老朋友的提携 抓住本次机会 可以小赚一笔 属兔人会得到贵人的帮助 很多问题呢 会迎刃而解 同时自身能力的提升呢 也会对工作 大有注意 属兔人下个月开始 会一扫之前的坎坷运势 走上坦途 直达同工 贵人代财的运势呢 逐步横通 属兔人就算是之前 穷的吃土 下个月开始 也是富的流友 生意鲜如意 横财皆种到 好事情一桩接着一桩 穷日子呢 得以解脱 属兔人也有财大 其粗的一天 他们还将名利双收 今年的整体运势 红的发子 越来越发财 属兔的女孩子呢 本命是有土库的 郁金 生金 孕成在今年下个月开始 飞涨之上 不是老公特别有出息 能生官发财 就是能得到婆家的 百般呵护 生活的是风生水起 而在今年之内 属兔女性朋友呢 不但日子富裕 还得天丁得子的好福气 心想着 事呢 都能在今年洗怀 若是新店女呢 则今年内 有望洗得小棉袄 日子是春风得意 洗上心头 下个月开始 属兔人的人机较好 能够有他人的辅佐 只需本身 才华上可 便可得到重用 能够在得到他人协助的一时呢 也能搀扶他人 切莫 盲目 切勉呢 匆忙 傍作 呈现误解 不要过火挨尽 也不要过火的疏远 固步自封的处理即可 家庭内部联络安稳 能够与家人发作一定的互动 外部联合呢 也比较好 能有外部助力 今年呢 蜘蛛人运势起伏难测 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冷静面对 平常多行善事 家中也不要动土 不过呢 也无需太过担心 蜘蛛人谨记今年 一动不一静 不妨呢 以主动求变的方式 将某些负面影响减弱 好了 本期期